還要來關注CT值高低代表的意義 這是由三名中央大學生科系 應屆畢業生 他們在思考期末作業時 鄰近一動 把平時上課所學 也結合了各自興趣 製作了COVID-19檢測方法的影片 透過圖文檢說 讓大家可以瞭解三種病毒的檢測方式 以及什麼是CT值高或是低 代表的意義又是什麼 希望讓大家深入潛出 來了解這次的病毒知識 疫情襲來看不見的病毒 快速改變你我生活 不過這個隱形敵人 你了解多少 中央大學生命科學系學生 徐偉倫 翁子涵與吳傳哲 將期末作業結合平日所學 製作了COVID-19檢測方法影片 透過圖文解說 帶大家了解病毒知識 COVID-19的三種檢測方式 一種最普遍的抗原檢測 也就是常聽到的快篩 利用針對檢體中是否含有病毒的抗原來做檢驗 第二種是核酸檢測 可以用來直接檢測檢體中是否含有病毒的遺傳物質 而第三種是抗體檢測 用來檢測檢體中是否含有病毒的抗體 通常會在已被感染的人中被檢測出來 除了講解常見的病毒檢測方式 他們也告訴大家什麼是胃陽性與胃陰性 簡而言之 胃陰性的成因 胃受測者的病毒量太少 進而導致快篩中置測不到 胃陽性則是因為受測者的體內 具有和病毒相似的抗原 因此得出確診的結果 至於常聽到的CT值高低 他們也有解說 簡單來說CT值會與原先病毒量呈現反比的狀態 希望讓一般的民眾有了解上的幫助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影片 把錯誤的知識給導正 然後把正確的知識給傳出去 三明生科系學生也起信上教授指導 希望透過簡單圖文深入潛出 幫助民眾更容易理解共同的病毒敵人 記者林祝強 透明報道